我氣死了 為什麼 判那麼輕 判三十萬 我打官司都花兩百多萬了 這個講我假賣戶爭炸彩 造謠一張嘴 我屁謠跑斷腿 我跑一跑二三十趟 我打官司花了兩三百萬 台灣要修法 加重毀謗 殺人還可惡啊 打人或拿刀捅人 有時候可能氣憤 一時生氣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但是你加重毀謗 你是設計給別人啊 如果我經不起打擊 我選擇聽聲呢 龐白哥報報徐乃琳 欺詐三百萬官司 招親判標罵 加重毀謗比殺人還可惡啊 我想說打牌 打最慢叫鍋子錢 我跟你講想來想去 是每個人心中 都有一把尺 徐乃琳手上的叫做牌尺 牌尼數十年 他也會衡量牌搭的好壞 我們家所有小孩子都會打 從年過節啊 像她說疫情的時候 天天都在家裡面打麻將啊 我們媳婦也會 那打得很慢就是 我老婆 我老婆排氣 還可以 但是不叫好 趙小喬 我們有主持麻將節目的時候 我們偶爾會打 我打得很快 趙小喬打得很快 打得快慢 是哪個斷人的標準 雖說這個讓大奶為矣的師傅 但談到一件事 他有容奶大不起來 我氣死了 為什麼 看那麼輕 判三十萬 我打官司都花兩百多萬 這個講我假賣物真榨產 趙搖一張嘴 我屁咬刨斷腿 我跑一跑了二三十趟 我打官司花了兩三百萬 這個是有禮儀四弟 等一下你怕是不是 我沒怕 等一下 這是我的機會 我怕什麼 一個是好友陳永青 大龍蝦公司的總經理蔡耀成 一個是中國子公司負責人 草米方 事件起因於2015年 陳永青為籌資金 進軍大陸棋牌業 把腦筋動到徐乃琳的豪宅米蘭苑 陳永青用菜藥成名義買房 除了房貸五千五百萬 陸續增貸二胎貸 直到無力負荷 豪宅恐怕被法牌 徐乃琳接手繳貸款 豪宅也回到他名下 是不是聽得有點謊神啊 就2015年投資糾紛 2019年對方反咬徐乃琳 假賣物真榨財 A奶哥告對方加重毀謗 民事求償一千萬 我屁咬跑斷腿 我跑一跑二三十趟 我打官司花了兩三百萬 台灣要修法加重毀謗 殺人還可惡啊 打人或拿刀捅人 有時候可能氣憤一時生氣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但是你加重毀謗 你是設計給別人啊 如果我經不起打擊 我選擇聽聲呢 我抗壓性很夠 第二個我也知道 這些事情我清清楚楚的 我們是公眾人物 我們敢做什麼什麼 什麼鳥事啊 什麼假賣物真榨財 我靠 我們敢炸 我也不缺吧 我跟你講這壞透了 壞透了 乃哥罵不停耶 喜怒喜怒聊點別的 他有見過男的朋友 看的是承認 看完就變承認了 他可以再帶給乃哥看 對啊 他也是開玩笑啦 冬秋節送了那個 很有名的那個什麼 蛋黃酥到我們家嘛 他男朋友跟他一起來 我就見過那一吃麵啊 好多年前的事情好不好 閃力娛樂新聞 他們是今年閃的 報道